我是一条萌萌的贪吃蛇 虽然我很贪吃 但是呀 我从来都不是人类 因为呀 他们和我是好朋友 所以呀 我是不会去伤害他们的 实在饿得不行了 我就吃两颗大蒜 是垫不垫把肚子 最近呀 我的朋友告诉我说 他们的村里 来了一个大怪物 总是欺负他们 对他们是非打击吧 玩累了 就把他们吃掉了 哎呦我天 这可不行呀 我要替我的朋友报仇 打鸽头 我来了 看我怎么 对付你 哎呦什么情况呀 看他一脚 把我给踩碎了 这太打脸了 哎呦在我的朋友们面前 我是叮咕进了颜面呀 原来呀 我的人类朋友告诉我说 那是因为我太小了 根本就打不过那各大怪物 我得吃点人 让自己变强大 我才能战胜他 可是 你们是我的朋友 我怎么能忍心 下得去嘴呀 但是我的朋友输了 只要能保住他们的村庄 他们宁愿牺牲自己 我太感动了 我是含泪吃了几个小人呀 现在 我变强大了 这个大怪物 我又来了 这一次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你还想踢我呀 现在我变强大了 你是踢不到我的 我现在呀 要把你缠起来 哎 我现在开始用力了 可是 我还是不够大呀 这一圈还不够 怎么缠呀 哎呦 又让他把我打得是西布兰斯一样 原来是我弄错了 我不能乱吃小人 我得吃和我身体颜色一样的小人 那样我才能变强大呀 哇 原来是这么回事 我现在知道了 现在呀 我是绿颜色的 我就要吃这些绿色的小人 哇 所以 我变得这么老大了 我现在已经变成一条 真正的 巨型 汤吃蛇了 前面那个大怪物 你怕了吗 我告诉你 你不要跑 就在这里 等着我 现在我来对付你 我要战胜你 把你赶出去 保卫人类的村庄 我现在把你缠起来了 你现在动不了了 把你一下子击碎了